主电源架构采用的是上海昂宝和安徽东科半导体 纯国产方案打造 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个影达琴三口的一个全协议充电器 测试的数据都在咱们的主页 咱们的视频分为测试片和拆解片 还没有看测试片的朋友们在咱们主页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看的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尹达琴作为一个全协议的先驱者 它内部的用料究竟怎么样 我们拆开了就知道了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材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手机 里面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来拆它 拿到一个产品 我都喜欢先用这个撬棒来撬一撬 看能不能直接把它撬开 如果撬开的话 就证明这个焊接强度不够 这个是撬不开的 我们用切割机把它切开 主人材料 切下来全是粉末 切得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 折叠插角是通过这种按扣 直接扣在主板上面 内部都填充了白色的散热胶 用钳子把板子夹出来 这个内部的布局的话 还是非常紧凑的 但是这个黄铜的散热片 这个东西会严重的影响散热效果 内部是蓝色的导热硅子贴 先给电解电容把电放掉 不然的话挨上去要打得我一跳 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上面 应该是有三路降压电路的 它有三颗电感 具体的话我们拆解开 看一下芯片的布局 整个充电器的主板 有三片PCB构成 这里有一片初级EMI的PCB 刺激输出的一个小板 然后再加上主板 中间这里有一个麦拉片 作为初次级隔离 大量的白色的散热硅胶进行填充 加强散热吧 但是你再好的加强散热 这个东西把热量给隔住了 这里面的温度就会有一种聚集的效应了 所以说这个温度烤机的时候非常的高吧 这就是我刚刚清理出来的一堆白色的散热胶 这个麦拉片就是作为初次级隔离用的 清理胶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三个品控的问题 首先很明显的就是 这个堆锡的话堆的有点太不好看 像我这种有点强迫症的 我看着很不爽啊 然后就是这一个同步整流控制器的一个K角 这个K角的焊点很有可能会出现虚焊的情况 然后就是这个电容的这个引脚已经虚焊了啊 这些都是品控问题 希望厂家后续可以改进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我把它全部打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详细的电路架构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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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引答琴120瓦 全协议淡化加三口充电器 全部都打散了 内部的电路采用的是 功率音速矫正PFC加AHP 不对称半桥 再加SR同步整流 再加上协议控制 降压输出的模式 主电源架构采用的是 上海昂宝和安徽东科半导体 纯国产方案打造 这种PFC加AHP架构 还是很先进的 但是总体的电路调教 还是需要改进 因为这个东科AHP方案 温度还是有点高 我现在就是从交流输入端 到直流输入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充电器内部的电路 及原器件的情况 220伏输入端 东莞承认电子科技出品的 白色贴片式 慢容段保险丝 规格为5安250伏 承认电子2004年成立 专注于高品质保险丝的 研发与制造 广东致命电子出品的 绿色NTC热命电阻 用于抑制浪涌电流 该公司暂无官方网站 绿波部分 包括第一级共摸电感 和第二级同代式共摸电感 以及一颗黄色的 安归X2电容 这个电容的规格是0.47微法 赖压250伏 这三个元件一起 用于抑制工膜干扰和插膜干扰 整流桥一共两颗 这里一颗 这里一颗 采用的是重庆评委实业出品的 TBM810整流桥 两颗并联 规格为8安1000伏 评委实业 1996年成立 专注于整流器件的研发与生产 它们的产品广泛用于电源 电机控制等领域 后端还有一颗滤波电感 和两颗0.47微法250伏的薄膜电容 这两个电容的厂家 跟前面安归电容的厂家是一家的 一颗是1微法450伏 另外一颗是0.47微法 赖压也是450伏 这三个元件配合进一步平滑整流后的电压 降低高频噪声 PFC功率音速校正电路 采用的是上海昂宝科技的 OB6560控制器芯片 专为高功率音速和低THD设计 提升了电源的能效和稳定性 昂宝科技成立于2007年 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的研发 该控制器由深圳中天电容 提供的4.7微法50伏电容供电 该公司没有官网 更加是没有资料下载 PFC开关管 选用的是深圳英诺赛科的 INNO70D-190B淡化夹器件 规格是赖压700伏 导组190毫欧 陆极电流20.5A 英诺赛科2015年成立 致力于第三代淡化夹半导体功率器件的 研发与伸展 整流部分采用了深圳深国科科技的 KS-06065D的碳化硅二级管 具备快速恢复和反向恢复时间的优势 深国科成立于2013年 专注于碳化灰功率器件的研发 这颗型号为S3M&B的贴片二级管 它是作为旁路保护二级管使用的 这个为充电器的PFC电感 外部有黄色的赖高温厥胶带 缠绕进行保护 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高压滤波部分使用的是深圳中天电子的 27微法400V的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一共用了四颗 确保PFC输出的电压稳定 AHB斜阵电路部分 主控芯片为安徽东科半导体的DK8710AD 公司成立于2010年 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的研发 这颗芯片内部集成了两颗淡化夹功率器件 芯片采用不对称半桥架构 支持原边JVS和副边JCS 东科半导体官方推荐的应用功率为100W 外围电路精简 简化了设计和制造过程 携震电容同样的是未知厂家 规格是0.47微法 烈压250V 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同样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次级引脚2个 初级引脚4个 隔离反馈与同步整流电路 隔离反馈电路采用了经典的431纹压芯片 和深圳奥伦德实业的OR1009光电偶合器 确保输出电压的稳定和安全 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 专注于光电偶合器的研发和生产 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 两颗安规贴片陶瓷外电容 这里一颗这里一颗 两颗电容型号1102M400V 总容量2000匹法 用于抑制共模干扰 提升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特瑞祥成立于2014年 专注于安规陶瓷电容的研发与生产 同步整流部分 使用了安徽东科半导体的100R10VL 核峰式同步整流控制机芯片 用了两颗 内部集成了功率MOSFIT 简化了电路设计 并提高了整流效率 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则是采用的 贵州云锐电子出品的 RS系列固态电容 470微法 25V 用了两颗 确保输出电压的平稳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 专注于各种电容生产 官网没有他们的产品资料 MCU控制与多路降压输出电路 主控MCU为上海普染半导体的 PY32F002B 这是一颗基于 32V ARM M0内核的 MCU处理器芯片 负责智能分配功率 和协助Echo握手私有协业 公司成立于2016年 主要业务是 非意识性存储芯片 及基于存储芯片的 衍生芯片设计与销售 协议芯片方面 珠海智荣科技的 SW3516P和SW3526S 分别控制C1口和C2口 降压电路 实现最高100瓦和40瓦的功率输出 珠海智荣科技 成立于2014年 专注于模拟芯片 快充领域的领头羊企业 Echo的协议芯片为 上海蓝星科技出品的 SC2151A 配合MCU芯片 支持各品牌私有协业 最高输出功率120瓦 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 专注于电源及电池管理芯片的 设计与销售 这一颗为Echo的 降压控制器芯片 型号为NDP1415 无锡新弹微电子出品 2015年成立 专注电源管理芯片研发 这是一颗支持 最高40伏输入的 DCDC 同步降压转换器芯片 这是C1口 降压托普用的 两颗NMOS 这是Echo的 两颗降压NMOS 都是采用了 微造半导体出品的VS 微造半导体出品的VS4620GE NMOS开光管 两路 各用两颗 一共四颗 构成半桥托普架构 配合两颗降压电感 实现高效的电压转换 这四个NMOS的规格是 赖压40伏 导组6.4毫 漏极电流54A 微造半导体 2012年成立 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 与应用技术研究 C2口的降压NMOS 则由这一颗SW3526S芯片内置 简化了电路设计 这一颗则是C2口的降压电感 要小很多 因为C2口的功率比较小 滤波方面 Echo输入采用两颗固态电容 输出的话 采用一颗固态电容 C1口输入和输出 各采用一颗固态电容 这五颗固态电容 均为贵州云瑞的 100V法25V的产品 C2口则是采用的MLCC进行滤波 输出VBuds开光管方面 Echo使用的一颗微造半导体的 4620GE NMOS开光管 C1和C2口的VBuds开光管 应该是这一颗六角芯片 应该是一个双NMOS开光管 上面写有型号是30925 厂家未知 电流采样方面 三颗贴边电阻 R2005 R010 R2005 分别用于三个充电口 电流采样检测 充电器的两个USB-C连接器 内部舌片为黑色 做工细节还可以 外壳用的是不锈钢的 Echo的连接器 内部舌片为橙色 做工细节也还可以 外壳是用的 铜质的 也是不锡磁的 折叠插角为铜质材料 需要过电流的内部的黄片 为锡磁的铁质材料 充电器壳底上面 有厂家的信息 没有看到有主燃标识 我们后面做燃烧测试 这个引达情 120瓦三口充电器测试和拆解 两部分的内容 全部都做完了 前面测试部分 大家都看到了 它的测试数据表现还可以 做个手机的备用充电器 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拿它做100瓦PD充电器的话 烤机温度 89度的表面温度 大家还是三思一下吧 手机用用就行了 温度表现 还是电路架构设计的功率 容易不够 东科方案推荐的100瓦设计 这个就是用满了官方的推荐的功率 如果换成140瓦方案 或者更高的方案会好很多 这个应该也是厂家从成本考量的吧 毕竟功率越高的方案 成本就越贵 大家看看小米140瓦三口 国产捷花豆的方案 卖到什么价格了 对不对 喜欢我这种硬核测试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